真的是很有孝心就是金友庄 他妈妈已经洗肾十多年 这一回他不顾高凌峰的反对 坚持捐胜救妈妈 经过比对之后 12号晚间金友庄就已经先行住进医院 一早更进了手术房 要来捐胜救妈妈 两天一天就要去洗个肾 然后也不能够跟着大家出去走走 所以他一直很心疼 所以他一直有这个希望 高凌峰和金友庄 经过半年多的离婚风波 虽然确定不离了 但金友庄却没有心思 修补夫妻间的关系 一心只担心妈妈的病情 正会各事不顾高凌峰的反对 坚持捐胜 连小孩都不知情 就怕小孩担心 金友庄选择低调也不对外说明 而高凌峰更是结束海外工作后 就搭上一早的班机 要从广州飞为台湾 除了要到医院探视 岳母手术后的恢复情形 也要一肩扛起照顾老婆和小孩的责任 中天新闻 周冲玉陈世玉 新北市报道